全能神话语朗诵 关于追求真理 怎样追求真理 七 素质差的人有什么表现呢? 从各方面能力来看 素质差的人相对具备点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 就是学习一方面知识理论 业务学术他记得很扎实也挺准 重点都会记到本上 因为受过教育的原因 他们的理解能力也不会太差 能达到一般 但对于领受能力以后的接受能力 辨别能力等等几项能力就不具备了 就是他们的能力只停留在 学习和理解理论知识 技术业务的文字基础上 涉及到现实生活中 看人处理事 以及解决问题落实工作安排就达不到了 他们的能力就停留在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上 能够得上领受能力 但到接受能力这一条就达不到了 具备接受能力的人就能知道 这方面原则 这方面原则 理论 原理 跟现实生活中的哪些实物能对上号 哪些是实用的能运用上 哪些是不实用的 哪些是适合自己的 哪些是不适合自己的 素质差的人对这些就看不透了 比如网上有各类保健常识 健身运动的教材 素质差的人看了 也会从中学习怎么锻炼 怎么保养 学习能力 理解能力 领受能力 他都有 他也知道找自己喜欢的 但具体这些东西 哪些是实用的 有效的 是人真正需要的 素质差的人就不会辨别了 他到接受能力这一条就够不上了 今天网上说 菠菜炖豆腐大补 他就天天吃 但吃了一段时间 效果怎么样 有没有网上说的那个作用 他不知道 过些日子 网上又说 菠菜和豆腐相克 他听后 就再也不做菠菜炖豆腐了 至于菠菜和豆腐 到底是大补还是相克 他不知道 也不会问 只会盲目随从 现在信息发达 各种资讯特别繁杂 他就不会辨别是非对错 他什么都看都听 觉得 凡是自己没听过的 新鲜的 高深莫测的 都是好的 比如网上说 吃巧克力对心脏好 他就天天吃巧克力 结果吃得上火了 嘴也起泡 眼睛也红 还耳鸣 其实人家说 适量的吃对心脏好 他就没记住适量两个字 他抓不住关键 结果把自己坑了 过些日子 网上又说 吃巧克力对心脏不好 吃多了还容易胖 会辨别的人就知道 多吃对身体不好 但适量吃是可以的 但他不会辨别 听后一颗巧克力也不吃了 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不是偏左就是偏右 还觉得自己挺赶时髦 你看 网上说什么好 我就吃什么 说什么不好 我就不吃 我是跟上时代潮流的人 其实 他是一个没有任何辨别能力的人 是人云云云云的浑人 在网上什么信息都有 多数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当然 也有少数信息说法是对的 你得会辨别 至于接受怎样的资讯 就得根据自己的需要 对自己有没有益处 根据这方面资讯 是不是正面地来衡量 素质差的人就没有这个辨别能力 到接受能力这一条往后的各方面能力 素质差的人就达不到了 他们只停留在对事物的文字 理论知识层面的学习理解上 有一些领受能力 至于更进一步地辨别各方面说法的对错 是否有价值有意义 这方面的判断力辨别力 素质差的人就不具备了 再就是应变能力 素质差的人同样不具备 对于现实生活中或生存道路上出现的各种问题 他不会根据自己所知道 所掌握的真理原则去处理 他不管会将多少字句道理 都是空洞不实际的 而对于身边发生的 或者生存道路上发生的问题 他就凭着自己的小心眼应对一下 只要不吃亏就完事了 达不到去经历 去体会 去体验 去印证他所掌握的原则 再就是认知能力 素质差的人也不具备 就是出现任何问题 他都不会总结 不会认识事物本身的实质 这是背后的根源 以及他后续会酿成的后果 素质差的人对于这些 根本就不会思考 更不会运用真理 或者自己所掌握的 各类事物的原则 规律 去面对处理这些问题 因为这类人的素质差 所以他的思想就简单肤浅 看事情的角度就有偏差 另外 更麻烦的是 他不知道该站在什么角度上 能正确看待事物 所以他也看不透任何事物的实质 也不会判断任何事物的对错是非 不会判断也就不会辨别 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应变能力 更谈不上决策力了 有些人说 素质差的人也知道 自己每天吃什么穿什么 也能够料理自己的生活 那不叫有素质 有素质就是指 人在生活中还有生存道路上 临到各类实质性问题时 能按照所明白的真理原则去处理 生活中临到的各类问题 就是衡量一个人 或者处理一件事等等 生存道路上临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面临一些大是大非 面临神给你摆设的环境 神的主宰 面临涉及前途归宿 选择前方的道路等等 这些都属于生存方面的问题 如果面临生活或生存道路上发生的一些问题 人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处理 这就是没有决策力 这些人在思想层面上是空白的 所以要对这些人谈鉴赏力就有点不合时宜 当然最后一条创新力 这对于素质差的人来说就更够不上了 就像谈论狮子跟老虎 谁是寿中之王 这两者最起码都是有资格作为候选者的 因为狮子老虎都是野兽中 具有王者风范与能力的一方 他们各有一方面强项 可能到一起较量不相上下 所以他们都具备评选寿中之王的资格 如果你拿脚马 麋鹿 牦牛 跟狮子老虎来比谁是寿中之王 人家就会笑话你 为什么笑话你 他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 量级不够 没有可比性 同样 素质差的人因为没什么思想 他对待任何的人事物 没有在思想层面上评判欣赏的能力 所以这类人就谈不上 有没有鉴赏力 鉴赏力是比较高端的 是对素质好的人来说的 那创新力就更是对素质好的人来说的了 创新力就是看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 实际地操作任何事情的能力 素质差的人做任何事情 不但没有思想 没有步骤 也没有任何做事的能力 所以谈不上什么创新力 那没素质的这些人具备哪方面能力呢 没素质的人大多有一个特征 就是什么特长都没有 论表达能力没有 论任何一项技术业务特长也没有 即便是做一个最简单的活 比如打扫卫生 它也没有快捷简洁的办法 没有步骤次序 就通过做一个简单的活计 你都能看出来 没素质的人的特征到底是什么 没素质的人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没有任何一方面的能力 简单的解释 就是他们连自己的人性生活 吃穿住行都料理不好 都是一塌糊涂 没有什么原则 对没素质的这类人最准确的描述 就是做不成什么事 只是为了吃穿住行而活着 仅此而已 对于各类素质的人的各种表现 还有他们所具备的素质能力的特征 都说清楚了 你们如果听明白了 就能学会怎样分辨 对待各类素质的人了 现在交通完 什么是素质 怎么划分各级别 各类人的素质 你们听完之后 有没有得点益处啊 有益处 真知道自己素质差了 有些没素质的人说 我怎么就没素质呢 哪怕我素质一般 或者素质差也行啊 谁也不愿意落在 没素质 白痴 傻子 废人 这个级别上 但是好巧不巧 有些人 根据自己这些年的主要表现 与尽本分的成果来衡量 真就落在没素质 这个级别的人群里了 有些人是不是就消极了 有很多事情不说清楚的时候 人还傻乎乎地觉得 我有本事 我有能耐 我高明 我素质不错 我尊贵 我是神国中的人 是栋梁柱子 傻呵呵地抱着自己 一厢情愿的梦想 还挺美 挺有自信 觉得自己有潜力 有希望 还不消极 活得还有笨头 一旦知道事实真相 人又难过了 这不是没有蒙拯救的希望了吗 就落入消极的情形中了 这些事如果不说清楚 人就是傻狂 越傻的人 狂得越厉害 狂得越没边 精明的人这些年 在接受了真理的供应之后 他会反省 反思自己 会对号入座 逐渐地 狂妄性情的流露 就少一些了 素质越差的人 越是傻狂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傻也不是 谁也不服 这话挺贴切 傻也不是的人 就是谁也不服 为什么 就是因为素质太差 差到什么程度 没智商了 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 不知道自己的智商怎么样 不知道人外有人 不知道什么是素质好 狂到什么程度了 人看着都恶心肉麻 这就是傻狂 傻也不是 谁也不服 就是什么事也做不成 自己生活中的事 都一塌糊涂 对什么事都看不透 也没思想观点 别人的观点 对不对 准不准确都不知道 就带着傻气 一个劲儿的狂 就觉得 我有本事 我有能耐 我高明 我比别人强 你们说 是让他做一个傻狂 谁也不服的人 还是让他知道 自己素质差 什么也不是 就是个傻子 废人 弱智 而消极呢 你们选择哪个 让他消极 因为他如果傻狂 就容易做出违背原则的事情 还能打岔搅扰教会工作 他消极了 还能回归到人性的理智里 老实一些 少做打岔搅扰的事 这对他是个保守 虽然他也没做太多 对人有益的事 但少做打岔搅扰的事情 对他来说 就少了不少过犯恶行 以后受惩罚的几率 是不是就会变小啊 就不说能不能蒙拯救了 这个比较遥远 对他来说 触犯神行政 触犯神性情的几率 是不是会降低 生存下来的几率 是不是会提高 从这几方面好处来看 让人认识自己是什么素质 最后认识到没素质消极了 到成好事了 要不然人说 你什么也不是 还谁也不服 这是傻狂 但他就是看不透 认识不到 他就不服 还觉得 我素质不差呀 还说我傻狂 我比傻子强多了 这更证实了 他是真傻 智商太低 更需要接受 自己没素质 这个事实 接受这个事实 有什么好处呢 不是让你消极 而是让你正确对待自己 别犯傻 人狂妄 是因为人有败坏性情 丝毫不认识自己 但有些人的狂妄 是正常的狂妄 比如 做过奸 受过苦 有一方面资本 为教会 做过一些贡献 或者有恩赐 比其他人强 因为有狂妄的心情 再加上 有了一些资本 他流露狂妄 还算说得过去 但你什么也不是 你根本就做不了什么 没什么贡献 更没什么特长 你还狂妄 这就说不过去了 这就没理性了 现在明确地告诉你 你没素质 你什么也不是 你连一点特长都没有 你的思想是空的 和有思想的人比 你的思想里少东西 同样都是人 你比人家就差了一大截 在神那儿 你就不够人的标准 你说你还狂什么呀 根据神的话来衡量 你不够人的标准 在神那儿看 不应该拿你当人代 但是因为神恩浩大 神高抬你 拣选你 把你当人代 让你在神家尽本分 神把你当人代 是想看到 你就这么傻狂地对待神 对待神所供应你的真理吗 是想看你这么对待 你这么对待你的本分 你的生活吗 不是 神既然把你当人代 跟你说人该明白的 各方面真理 就是希望你能做真正的人 希望你接受一些 人该有的思想 别傻狂 所以 消极不对 不应该消极 神既然没有根据你的素质 来对待你 或者不理你 而是把你当一个正常人 这么对待 这么使用 那你就应该对得起 神这份恩代 别辜负神 你是什么素质 能做什么工作 你就做好什么工作 别起高调 别做人不该做的 别有人不该有的一些 奢侈的想法 野心 做人该做的 对得起神的高抬 这不就合适了吗 消极这个问题 是不是解决了 分辨各类素质的人的各种表现 讲这些具体的例子 是让你对号入座 找准自己的位置 理性的对待自身的素质 还有自身各方面的条件 理性的对待 神对你的揭示审判 对付修理 或者安排给你的工作 能够从内心深处 顺服感恩 而不是抵触反感 人能理性地对待自身的素质 然后找准自己的位置 踏踏实实地做一个神要的受造之物 在自己原有素质的基础上 做好自己该做的 尽上自己的忠心权力 这就达到神的满意了 既然神给了你这样的素质 这样的条件 神也不会强然所难 赶鸭子上架 神给你多少 神就让你献出来多少 神没给你的 神也不会过高地要求你 如果你总过高要求自己 做强人 做超人 超乎平常的人 这是败坏性情 这是野心 你素质好 你就多担当工作 你素质一般 你担当的工作就少 不管你能尽上什么本分 就尽上权力 尽上自己的忠心 按原则做事 别起高调 总想证明自己不是一般人 总想让人高看 这就错了 这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 如果按着你的野心欲望 追求下去 不会有好果子吃 所以 素质差的人 就别总想做带领 组长 负责人 别好高悟远 你素质差 那就本本分分地 做点素质差的人 能做的事情 你没什么思想 做不了什么工作 也别强求 神没给你这个素质 神也没要求你太高 对真理原则 你能理解 能接受到哪儿 就实行到哪儿 这个最重要 你能领会到的东西 这是神给你的 那你是否把这些东西 都运用到你的本分中 或者神给你的托付中了 你运用了 这就献上权力 献上忠心了 神就满意了 你就是合格的受造之物了 你素质差 神绝对不会按素质号的标准 来要求你 神不会那么做 没有素质的人 在人群中就属于 素质最低级别的人 如果有些信神的人 没有素质 那该怎么实行呢 你想不想跟随神 你承不承认 神在主宰着人的一切 你想不想顺服 神对你的摆布安排 你愿意接受顺服 那你就安下心来 接受神对你的所有安排 根据你的素质 你只能做一些 出力的活计 只能做一些 不露脸的 被人看不起眼的 不被人纪念的活计 这种情况 应该从神领受 不应该生发埋怨的心 更不应该 凭着自己的意愿 挑选本分 神家安排什么 你就做什么 只要是你的素质 能达到的 你就要做好它 比如 安排你养猪 你就把猪喂得胖胖的 让弟兄姊妹都能吃上 肥美的猪肉 安排你养鸡 你就应该把鸡喂好 管理好 该下蛋的季节 鸡能正常下蛋 还要保护鸡 不被其他动物伤害 谁看见你养的鸡 都说养得不错 这就证明 你爱惜神所造的万物 你能管理好 神所造的万物 不管哪种生物 动物 你都能珍惜它 能管理好它 能当成自己的责任 本分去做 尽管你做不了 别的什么工作 尽管你在教会工作中 不能起到 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 没有大的贡献 但是你能在一些 不起眼的工作上 尽上自己的权力 忠心 只求神满意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不辜负 神对你的高抬 别挑活脏不脏 累不累 干活的时候 有没有人看见 大家赞不赞赏 对你会不会小瞧 别想这些 只求从神领受 顺服下来 把该尽的本分尽好 我交通没素质的人的表现时 说你是傻子 废人 弱智 但是你能把交给你的活计 担起来 最后没辜负 神对你的高抬 也没辜负 神赐给你的这口气息 你没有白活着 没有白吃饭 你没有白享受 神供应给人类的 每一样物质的东西 没有辜负神口中的话 那就行了 尽管在素质这方面 你购不上完整的人 但是你尽本分做活 能有这份忠心与真心 最起码 你在神的心中 是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 神要的是这份忠心与真心 要的是一个合格的受造之物 不管神家安排你尽什么本分 你都从神领受 能接受顺服 这点是最珍贵的 你做到了神所要求 你做到的 你把自己仅有的 能献上的都献上了 神还会有更高的要求吗 如果你的这份真心与忠心 在神眼里看是珍贵的 那你这个人活着就有价值了 这么领受好不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